大家晚安 我是學長 又來到我們學長沖咖啡跟大家聊天的時間了 那我們先來清一下磨豆機好了啦 因為其實這種手拿磨豆機它的清法很簡單 就是一般都有毛刷 我們可以簡單的拿個衛生紙 然後把它簡單清一下 刀盤清一清 其實你在清的過程中 還是會發覺說會有一些細粉 然後裡面的這個 裡面也稍微 撈一撈 那當然你要拆刀盤也是可以啦 那我今天就簡單一點 主要就是 簡單的清潔 然後粉杯呢 稍微清一清 可以看到還是可以清到蠻多粉的 我們稍微認真一點點 就可以讓你的器材很乾淨了 好清潔完畢了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閒聊什麼話題呢 因為 學長最近會接一些 民間單位吧 或者是一些公司行好的一些 課程 那這種課程跟我平常上的 就是一些比較興趣班嘛 比如很多上班族他們是比較 有點小研究的 那這種公司行好的呢 基本上呢 可以說是就 他們比較多是小白 對於咖啡沒有什麼概念 對那這種班其實上起來 難度還蠻高的 因為 很多時候他們 對咖啡沒有概念嘛 然後我就要花很多力氣跟他們討論一下風味啊 然後還有一些 基本的東西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精品咖啡的風味 對於初學者來說是蠻難掌握的 就像我這次 上課的過程之中啊 他們就問了一個很 很基礎 但是幾乎是人人都會有的問題就是 學長你所有這些風味我都喝不出來 或是說是不是我就是天之奴鍋 舌頭不行 然後這些風味我都搞不定 怎麼辦 或是說 是不是我不適合玩玩咖啡 那通常我這種時候我也是蠻尷尬的 因為我可能 前半部衝了半天 然後縮了半天 跟他們講說 其實風味可以 多少多少有什麼水果味啊 或是花香什麼的 縮了半天 但是 可能 這個 學員他可能沒辦法馬上catch到 這種狀況其實很常發生 那尤其對一些長輩啊 或是說一些 平常就沒有接觸過咖啡的人來說 他們真的不懂 有說花香或者是果香 或是什麼天感 他們真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還真的挺麻煩的 但是 學長也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東西 還真的沒有非常 快速的解法 因為就像你 吃東西的品味啊 有時候你會覺得 你 你的同學 你的同事 有時候吃東西的品味 有時候你還覺得 他怎麼吃東西的品味那麼奇怪 或是說 他好像不是很 懂吃東西 這件事情本身 他不是一觸可及 也不是一天養成的 那你需要的事情就是 你可能 只要掌握其中的一兩項 你喝到的東西 譬如說你今天喝 喝到覺得 酸質酸酸的 但是你喝不出是什麼酸味 那也沒關係啊 你就 覺得酸酸的就酸酸的啊 但是你可以去試著說去 感覺一下 這個甜質 你覺得舒服還是不舒服 或是說這個酸味 你覺得很酸 還是 感覺差在哪裡就好了 因為剛開始其實 學咖啡剛開始就這樣就好啦 對那你也不用太勉強 自己去喝到一些什麼 很厲害的味道 因為剛開始就是喝不到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慢慢的累積 你就可能 有一天你喝到了一個 檸檬味 你可能腦袋就記住了 哪一天你喝到一個 花香 你就要記住了 就是這樣子去累積的 所以 對於那位 大哥我也這樣跟大家說 沒關係啊 你只要告訴我 你覺得 好喝不好喝 或覺得會不會很酸 或不是 甜度OK 喝起來爽不爽口 我覺得這樣子 剛開始就很棒了 那我這也是我跟很多 長輩們啊 或者是說剛 學咖啡初學者們常常分享 你不用把它想得太難 因為你想太難也無法 你想破腦袋你喝不到就是喝不到啊 所以也是沒什麼 太大的必要性 反而是 你可以去享受他 然後 你在充足的人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分享的時候如果你的朋友也喝不出這個味道 你常常也是這樣也是跟他講那你就喝覺得好不好喝 香不香 然後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味道的喝到就已經是 很厲害了 這樣就好啦 對 所以我覺得 剛開始學新品咖啡的時候 無論是 你已經有點經驗 是跟你 不懂的朋友在溝通 或是說你完全沒有經驗 你只是想要新學的人來說 剛開始我們就是能 掌握我們能夠喝到的東西 這樣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要不然會給你的朋友帶來很大的壓力 那也沒什麼必要性 然後 另外一個我覺得跟那些 初學者朋友們 聊天的時候得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就是會睡不著啊這樣的問題 那睡不著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議題啦 因為畢竟誰也不希望我自己喝咖啡喝到睡不著啊 對這件事情很累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一般來說都會鼓勵 一些 新的 喝咖啡的朋友 就是喝看精品咖啡 因為精品咖啡我們都知道品質 可能挑豆比較嚴謹 或是瑕疵豆的率比較低一點點 那 一般來說我們會 喝到不舒服的機率會稍微低一點點 今天喝的是紅都拉絲 那如果你就可以試試看啊 就是你用你的比較 比較 精品的豆子去招待你的朋友 他如果 晚上回家不會睡不著覺 或是不會不舒服 他可能就 從此以後就 覺得 這種咖啡我可以耶 那這種經驗可能比那個 你跟他說半天說 精品咖啡不會不舒服 不會心悸 不會睡不著 來說更有意義 另外一部分就是關於一些 那個心裡面的成見 因為就是有一些 尤其是女性 就是一些可能 本來就 60歲左右的女生 他們可能 以前喝 各種咖啡都會讓他睡不著 或是他本來就不好睡 喝了咖啡以後更不好睡 所以對咖啡怕得要死 像我就有碰到這種朋友 一點之後 一口咖啡不敢喝 他說他喝了以後 他就晚上就睡不著覺 對 我覺得 無可厚非啦 因為 誰也不想睡不著覺 但是 如果你的 咖啡品質不錯 正常來說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一點 到晚上 假設你11點睡覺 經過10個小時 如果你正常喝水 那你應該 咖啡因都代謝掉了 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太可能 會讓你 這麼嚴重 那可能只是因為 你平常水喝的少 所以咖啡因就代謝不掉 那這件事情 可能才是你的主因 就是 你水喝太少了 或者是你心理障礙 就是你今天 晚上睡覺之前 一直告訴自己說 哎唷 我好像下午喝了一杯咖啡 覺得好可怕喔 那我晚上會不會睡不著 一直這樣催眠自己的話 你反而 很容易睡不著 所以呢 學長一般都會跟我的 一些初學者朋友們跟他講說 你只要 喝完咖啡之後 認真喝一下水 喝個500到1000cc 然後大約 幾個小時以後 你就會把咖啡因代謝掉了 身上沒有咖啡因了 你沒有道理睡不著啊 這個有點像是信心喊話 你知道嗎 雖然這件事情 確實是如此 但是 它更多的是一種 安慰劑的作用 告訴你的朋友 其實你不用 擔心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心中釋懷了 反而更 更不會有睡不著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很好玩 就是因為你可能之前被 某些咖啡 毒到過 然後或你睡不著了 之後對什麼咖啡 就會覺得有壓力 這真的是 蠻可憐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 應該不至於到那麼嚴重 就是你喝完咖啡之後 多喝水 多安慰自己說 其實 喝完水就沒有事了 或是跟你的朋友們 多進行這種溝通的話 其實應該 更容易就可以睡著 因為其實咖啡 咖啡因它是興奮劑 同時也是舒緩劑 所以有時候 你身體很緊張的時候 喝一點咖啡 其實是可以讓你放鬆的 只要你的咖啡因的 含量不要過多 合理來說 時間夠長的話 你是不會影響你的睡眠的 OK 那 我們做精品咖啡 當然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去 飲用這樣的一個飲品 因為它很好喝 而且很好玩 對 所以你在跟你的朋友們 溝通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讓他們去了解 或是 減少這個 障礙了 對 那我很喜歡跟一些 圈內的 或是懂行的人 去聊咖啡 但是對這些 比較不懂行的 的一些 新的初學者 我可以跟他說這些話 讓他們覺得說 好像真的是這樣 回去真的睡得著 從此以後 對咖啡有信心 我覺得這個成就感也是很足 所以各位 就像那個 我們要認真部教 就是把咖啡教 傳播給更多的人 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各位 你身邊有一些朋友 或是一些初學者 他們不懂的 你可以用 更友善的方式去 慢慢的去洗他的腦 讓他一起進咖啡教 入這個坑 真的是一件很爽快的事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聊天 就聊到這邊吧 希望一些 對咖啡有 心理障礙的 或者說一些初學者 你覺得你 喝不出咖啡的人來說 都可以放鬆心情 就是 享受咖啡 就是喝好喝的 慢慢喝 跟喝紅酒 或是喝威士忌 這些烈酒都一樣 你本來就不是一天兩天 就喝得懂的 就是常常喝 喜歡喝 然後呢 多交流 你就可能就懂了 花個兩三年時間 無所謂嘛 又何必那麼速成呢 慢慢的學 很開心 OK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為止囉 跟大家聊得很愉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